这次《明年生》是 他每个阶段是跳跃式的 我是你的上司 你要把你最赤裸裸 最原始的影片给我看 他是这样的一种情报的 这样的一种传递 以前拍的好多成长类型的 这样的戏的话 他是顺着走下去的 就是他很多成长的过程 每一个过程你都演出来了 你都经历了 所以相对你在脑子里 就是你会好把握一些 但这一次《明年生》是 他每个阶段是跳跃式的 他这个阶段完了之后 他有一段时间过度 但是当他再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另外一个阶段《明年生》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和你变成了什么样子 你就必须得在跳跃后的 另外一个阶段马上展现出来 你还没跟我说过 你小时候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啊 你现在是在用共党的论调 指责你的上风吗 朱一珍是我们目前能抓到 邮差的唯一线索 他就装扮了一个老师这样的一种道具 他是一个大学老师 在之前我没有见过你单身 就是这个徐立文 你要建立一个徐立文的生活圈子 要在生活细节上做到真实和宝满 这样他才能逐渐信任你 并接受徐立文 那让他戴着眼镜去接触朱一珍 这个是一种身份的伪装 你眼神的东西 从朱一珍来说 他不一定能看得那么清楚 那这样的话 对于保护他自己的 这个谍报人员的身份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道具 不戴眼镜 你是为我所用的 上海区我们站的谍报人员 你跟我汇报工作的时候 你要给我摘下这个眼镜 我是你的上司 你要把你最赤裸裸 最原始的一面给我看 我要看着你的眼睛说话 你跟我说的每句话 我要来分辨 你说的是不是实话 有什么事情要跟我汇报 我发现 这一人通过一枚发卡 和共产党进行联系 这个发卡 是一个关键性的这样一个道具 看到这个发卡 要迅速地离开这里 到另外一个交通站 去跟我们的同志汇报工作 是我交给他 而且另外一个证 如果说戴上发卡 有事要说 它是这样的一种情报的 这样的一种传递 谢老师 你要时刻记住 斗争是仓库的 你必须要格外小心和谨慎 拿着这只没有秒针的 梅花牌手表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就证明了 它是我的那个最重要的保障 孟安南是你的新名字 这个是你的新的证明 一支钢笔 我们的志文老师 在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 常背的一个道具 他在上海区我们站里边 他的职务是档案室的一个处长 他带着这个笔 随时要来签一些档案上的名字 有的时候他也会拿一些卷宗 或者说档案来给我批示 请签个字 好的 早之前就该签了 他这样表现他的人物的时候 他可以拿出这支笔 你开之后递给我 既很精准地表达了上下级的关系 同时也让他表演有指点 能确保明天简报吗 找人啊 对 您放心 多谢 另外 这不光是一支钢笔 它也是它的防身力气 在执行特殊重要任务的时候 它不能带枪的时候 它会把这钢笔拧开之后 结束敌人的生命 来保全自己的幸运 你们能确保你们手底下 每个工作的人都干干净净吗 你们能保证 此时此刻坐在你们身边的人 就不是那个躲在暗处的有产